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就开始了 各位家长的小朋友 我们在家里做一些运动 有些时候除了运动之外 也要让整个活动有趣 有些工具在家里都很容易可以拿出来 比如是一个气球 今天我们试试用一些工具 一起玩一下游戏 小朋友 帮我玩手 我们玩一个游戏很简单 我做一个示范 我把波子抛起 然后抛起 你不要让波子跌在地上 就可以了 如果撞到一场 拿回它 然后玩的时候 要有自己的安全空间 我们开始了 好 开始 抛起 抛起 如果难度可以做得到 我们要提升难度 要用一只手拍打它 打高它 一只手拍打 不用接了 拍打 对 一只手拍打 好 好 好 把手拿回来 好 好 其实小朋友如果做得好 的话 我们再加多一个波 有两个波 有两个波 OK 看看哥哥做示范 哥哥 你试试把那个波抛起 然后呢 抛起另一个 又接着另一个 看看你能不能做到 开始了 对 一路抛起 接着另一个 接着另一个 看小朋友做得到 来 小朋友试试开始 再回来 上回来玩 对 对 出来了 进来就行了 继续 对 对 好了 拿回来 对 对 如果小朋友的能力 又可以做得到的时候 不妨可以试试挑战一下它 好 弟弟 你试试坐在橙色瓶子里 对 哥哥试试看着外面 对 对 对 今次我们挑战它 我们给大小小的空间 我们再加上一个红色的波 对 OK 这边抛 任何一个波 跌到地下的话 我们就站平了 三个波给你 我们看看你怎么做 开始了 再来吧 不要紧 我们要不断让它尝试 太好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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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来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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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了 有一个小气球 就用个人的玩法 就已经可以做到一些小的游戏了 暂时来看看 再来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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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来吧